哈喽大家好,我是潘大师,欢迎收看本集大关键来观战一把抽风的小提琴,就要看到接手了 这套阵容的话,我觉得小店家前期抓人不是特别好抓 因为有祭司,所以如果祭司以中场来进行一个支撑的话 一个差言小提琴,他第一刀就很关键了 第一刀如果打,来看弦,看弦,看弦,夺,一刀,好的可以 这也是我经常推荐给大家的一个小提琴打法 就是溜一个点去压制他的走位,然后弦能拉到最好 但是你一定要确保就这一次的一个弦弦弦,哇,差一点点 看这边起爆发了,一棒子打,好的,打晕,进 那就看有没有祭司的洞,祭司应该是交了两个洞了 第三个,交了一个洞,还有两个洞 祭司这边的话,帮忙下个板子吗 没有下板,利用插眼来找,还行还行还行 这个局我觉得现在,因为前期第一道打得比较快嘛 所以冲锋这边的话也还可以接受 但是呢,因为有祭司的存在,所以说这个就软了六 两边应该是一个五五开 祭司这边要再补一些洞,要再补一些洞 看这个洞怎么补 前斧,但这根鞋后续没有拉,他可能觉得拉不到 一个加速性,说实话抓机修手还是蛮伤的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两个队友给他支撑 一个加速性,一个祭司的洞 这边还要过来放狗咬 好,你们应该是可以带走的,这应该是可以带走的 这个位置的话,相对来讲就是机修手没有太多的可操作空间了 他这个位置,他打的话也很难去把这个小店家打开 然后呢,他自己的话呢,没有太多的一个地方去躲 因为你这边在躲斜的同时,你还要注意到他就是他刚才前面第一刀嘛 他的一个实体攻击,所以就相对来说比较难了 看怎么救啊,前期的牵制其实我觉得已经是差不多够了 但是求者这边的机子比我想要转慢 这里傭兵 祭司的机子没有修啊 祭司的机子,他因为插了眼神没,所以祭司的机子几乎没有修 一根线没补到,这边卡身位,卡身位,要博弈一个震慑 有没有,一刀,没有,没有的话得,无双救人 这边祭手一棒次把你打开,你不要打我的祭手 哦,不,不要打我的祭司 呃,这一波是一个无双救人 然后祭司的话,他可以就是把眼拔了以后去二楼修机 然后跟佣兵连一个大洞,佣兵就可以去救人了 这样的话呢,机子其实,如果说佣兵这边能够比较顺利的救下来 祭司自保一会儿,机子有可能能够 有可能能够的,因为你看,三台机子都在修了,对吧 然后这边连个大洞给到佣兵,佣兵这边去救人 薄命20秒,再加祭司自己有自保能力 这个我觉得是可以救的 不救的话反而是给小丁家一个比较舒服的宝平面 快来,对,要救的 他们这边不救人有点尴尬 因为祭司大洞是没有教过的嘛 这边选择卖掉 不好吧 这两个豹子的鸡球手为什么要卖掉呢 鸡球手这里心里也很急啊,我两个豹子 无穷都好漂亮 因为佣兵手里有一个博命 他不仅仅是救人这么简单 你就算是吃双刀 你这边救下来机子都有可能亮的 因为你有个博命套上20秒 然后这边 鸡球手自己自保 又有球 如果进了中场以后 祭司还能够给到洞 这个局是完全能打的 但是他们这边选择了一个 非常稳健 但这个稳健我觉得打引号 反而是感觉给了小迪加机会的一个 这边摸一下密码机 这小机亮了 还是能打一个三人开门战 但这三人开门战呢 就是你想要真胜就很难 想要真胜就很难 应该是得一等 逼你亮 先把衣服补上吧 先补住 无穷动 不开了 交衣服 捡你住 带你亮 这边再点门 追一刀 没有杂头 放狗 追一刀 追中 好了 那这样的话 这边补一个野佣兵 这个门开不了啊 先把人挂上 明知道三个人是在大门的 所以说这个位置排得很清楚 小门那边的门一定没有人点 我这边追着佣兵就行了 他这边其实看到这个动画 补一个眼在这里 把这个洞打掉 补一个眼在这边就行了 做一个预警就好了 然后去排那个佣兵的位置 我觉得会更好一点 对 这边补一个预警眼 然后 反而一手祭司 对吧 这眼告诉你 你不要过来了 然后这边去找那个佣兵 我们看祭司 有没有机会去捞 应该是时间来不及了 来不及的话 佣兵这边被找到 三抓了 这个我觉得 在这个分段 就是如果说是一个 路人局 然后分段不高的 并且就你上面挂着的是一个 救下来没有自保能力的人 我觉得当时那波卖掉就卖掉 这两个棒子的技术 技术明显是告诉大家 我手里有两个棒子 我值得抢救 对我还可以抢救一下的 无穷洞还有 这边追过来追一刀 好了漂亮 三抓 挺可惜的吧 我觉得前期 其实穷者这边的一个配合 还是配合起来的 你们可以看到就是 两个队友保一个技术手 其实理论上面来讲 是知道这种最优的一个牵制了 让你给到他一个加速性 给到他一些洞 是一个最优的一个牵制了 这个牵制时间 其实我觉得也够 那么来看一下这边佣兵 直接开门走了 好的那边是改大众不信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